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来到233网线 我是主讲教师刘铁 那么接下来呢 将由我来和大家共同学习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础知识 也就是所谓的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的课目三 这门课的经讲班 那么首先呢 在学习我们整个经讲班的内容之前呢 先进入一个前沿部分 在前沿部分呢 我们会对教材及考试的一些相关情况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在这里边呢 也有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简介 在这里面呢 就不花费时间 在这里面跟大家说 提我自己 如果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那么在整个前沿部分呢 我们主要讲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关于考试的一个简介 另外一个呢 我们介绍一下教材 以及相关的参考书 第三部分呢 我们会对整个考试大纲 做一个简单的解读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考试的基本情况 当然我们这个考试的 整个的报名以及小费啊 都是和科目一和科目二 是一样的 也都是在我们的基金业协会的网站上 比如这里面有一个 从业人员的管理 到这里面相关的考试的信息 都在这里面都会有 而且跟我们整个 私募基金科目三这一块考试 有很多密切相关的一些信息呢 在我们基金业协会的网站上都有 比如说在这里边 在右侧可以看到一个 私募基金的登记备案系统 这里面有一些相关的我们后面 在后面章节当中 我要谈的一些 特别是法律法规的后面的复顾里面 谈到的很多一些 网上登记的一些材料啊 等等 其实呢在这里面都有 至于我们整个私募基金呢 也是通过基金的这个系统 去进行登记和备案的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前面也看到 从业人员管理 这里面有个考试平台 这里面有一个教材啊 大纲啊 报名 包括成绩查询 相应的一些情况 那么就这个科目三的考试的 报考条件来讲 我们是 这门课讲的是科目三 可能很多同学呢 已经考过科目一 或者科目二了 那么他的报考条件和科目一 和科目二是一样的 一共就四个方面 其实就是三个 具有完全的迷失行为能力 你不要有一些精神疾病 或者行为受到限制 那么第二呢 截止报名日 年满18周税 就是你到报名的时候 满18周税就可以 然后呢第三 就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所以没有一个学历的问题 因为一般我们都谈到 谈到学历的时候 学历的那个系列呢 就是大学 或者大专 本科或者专科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是高中以上就可以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 简单的这三个报名条件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整个这个考试的要求呢 并不是很高 那么可以说呢 他也是一个基金的一个 最基础的一个 从业则的考试 可能在以后 我们在基金这个行业里面 可能会出现一些 更高级的一些考试 那么这只是一个起点 所以呢 由于我们这个 整个基金行业 特别是我们这个 就于科目三的这种 私募基金的从业人员来讲 不仅这个机构中多 人数更是很多 所以既然是国家法律要求 所有的从业人员 必须要有从业资格证 那么他这个考试 就不可能太难 如果考试太难的话 就把大量的人员 排斥在这个行业之外 那是不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考试的科目 科目一呢 是法律法规 职业道德和业务规范 科目二呢 是证券投资基金基础知识 那么科目三呢 就是我们现在要谈的 也是2016年 从9月份考试开始 下半年的第一次 全国通考开始 新加的这个考试科目 叫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基础知识 我们把它称为科目三 那么我们这个基金 从业资格证呢 是两种取得方式 一个是呢 考过科目一和科目二 这样考过的话 有从业资格 或者是科目一和科目三 那么科目一和科目二呢 往往是对于 绝大多数普通的 那种基金公司 基金公募基金 或者是基金的一些代销机构 比如说银行啊 或者一些其他的基金的销售机构 相关的一些人员啊 比如银行的理财经理啊 科目经理 可能要考的是科目一和科目二 那么科目三呢 更多是专门为一些 私募机构的从业人员啊 或者私募基金的从业人员 所应对的 那么就 从我们 9月24号第一次考试啊 回馈过来的考试情况 以及目前的这个大纲和教材来看呢 这个科目三的难度要低于科目二 科目三要比科目二要简单一些 所以呢 相对来讲 其实你去考科目一和科目二 有基金通业资格 你考科目一和科目三 都有基金通业资格啊 那么相对来讲科目三更简单 为什么这么说呢 科目一呢 是一个基础知识是必考的 那么呢 他的名字叫法律法规职业道德和业务规范 虽然科目二的名字呢 叫做证券投资基金基础知识 但是和基金有关的基础知识 最直接相关的 比如基金的名称啊 类型啊 起源啊 发展啊等等 和基金最基础的那些基础知识 都是在科目一里边考 那么科目二其实考的更多的是 投资学的基础知识 比如说财务分析啊 或者是股票 赛券金融衍生品 这些投资品种 定价 估值等等 所以呢 相对来讲科目二呢 要有一定的啊 这种专业的基础啊 如果之前的这种金融学和 经济学的基础知识的 一点一点都没有的话 直接去学科目二 可能会相对来讲呢 有一点陌生 会有一些难度 所以在没有科目三考试之前 在整个去年一年的 到新到今年的上半年啊 这一年的这个基金 新基金的考试过程改判呢 绝大多数的考生 过科目一都没有什么问题 只要你稍微用点心去准备 但是呢 基本上没有通过考试的 都是损失在这个科目二 都是这个科目二每个 五十五没有五十七八甚至五十九分的人都很多很多 那么科目三呢 相对来讲 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基础知识 也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或者是比较难以理解的那种专业术语和概念在里面 它更接近于科目一的那种考察的程度 只要大家用心去看啊 理解上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 并没有理解上的障碍 所以呢 这个是科目三的一个考试的特点啊 当然呢 稍微欠缺一点的就是在教材方面 我们后面会谈到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考试的题型和分级这是和科目一科目二都是一样的啊 币卷 上级考试 一般呢都是在大学的机房 都是单项选择题 然后一百道单项选择题每道题一分啊 两个小时的时间 六十分以上 成绩就合格 所以这个时间上来讲 是处够用啊 大家不用担心我这个考试 这个时间比较紧张 答不完题 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一百道单选啊 正常情况下 一个小时啊 都能打完卷 因为这里面也没有计算啊 也没有案例分析啊 也没有那种单多项选择题啊 你觉得很头疼 就是单选 所以呢 一般情况下 一个小时左右 差不多都交捐 如果你要是说 应请的一百二十分钟啊 估计整个这个机房都没有人啊 对前头老师 都都都恨不得吹你赶紧教院啊 所以这个是时间足够啊 关键就是一些细节 其实就从科码来讲啊 时间也足够 但是就是不会 所以这个科码3呢 还是希望大家要引起重视 那么整个16年的11月份呢 其实整个16年就安排了两次的科码3的这个考试啊 9月份24号这个考试呢 刚刚过去啊 我们现在顾客的时间呢 是在9月末啊 9月末啊 几乎呢 我也是利用这个11的这个假期的时间 去把整个这个 呃 科码3的这个科码3的这个经济班给大家固执完成啊 呃 帮助大家去准备11月份的考试啊 其实我们整个这个顾客的这个这个时间呢 就是主要是应对这个11月份考试 那么考试时间呢 那是11月的26号的27号啊 啊报名呢 是呃 从9月末26号开始到11月初啊 呃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考试的报名时间啊 总考试哪个时间 以及考试时间 那么现在呢 我讲话的时间是在9月末啊 准确来讲是呃 9月的30号啊 9月份的最后一天 那么呃 到11月末的时候才考试啊 这个呃 大家拿到这个课件 拿来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距离这个考试可能还有 至少还有这个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啊 这个去准备科目三次考试时间是处够的 那么据至于这个统全国统一的这个考试啊 就比较多了啊 48个城市啊 基本上啊 省会城市啊 和这种啊 计划单列室啊 或者一些相应的这种中心城市都有 这个考试很多 大家可以就近去选择 那么第二部分呢 我们就谈谈这个教材啊 以及相应的参考书的问题啊 呃 金融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基因统编教材啊 啊 也是由这个协会编的 这是目前大家拿到的啊 科目三的最权威的一个教材 呃 关于教材呢 我们多说就之前在考科目一和科目二的时候 因为我经常到银行去辅导 然后几乎这一年来啊 从去年八月份到现在 这个特别是这个新基金考试 这一年来啊 之前我也有辅导 但是最近的一年多 这辅导更面售辅导更多一些 我每到一个地方 给一家银行去辅导的时候啊 就会发现下面用这个 呃 我们这个基金教材的人 呃 各种各样 各种版本啊 这个出版社出版的 那个出版社出版的 结果我一看呢 相当多的都不是我们这个协会呃 编写的所以呢 更多的都是一些辅导书 我们可以有一些辅导书 但是呢 最好你这个官方的这个教材啊 也也是要有的 那么我目前这个 科目三这个考试啊 刚刚啊进行一次啊 大家也可以把这个叫 手里面的这本书啊 就这本书 这是目前呃 由协会来编写的啊 唯一的这么一本啊 呃 你可以把它翻到前沿的部分啊 呃 在前沿第一页的下边啊 你仔细看的话就会看到啊 他虽然是协会组织出版的 但是他在前沿当中提到了 编写的时间比较匆忙 而这边考试的时间 考试的计划呢 就是您处邮制令的 他并不能出一本正式的教材 所以这本书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教材 他只是一个知识要点 有点更有点像我们经养班的一个课件啊 甚至是一个冲刺班的一个课件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教材啊 你说他很厚吗 他又不是很厚 说他很薄吗 又不是很薄啊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真正呃 前十章的内容 一共加起来也就110元 或者是100元多一点点啊 就是我们提到这个正文的内容 后面的绝大部分 都是这个法律法律汇编啊 以服务来这种形式啊 放在里面十多个将近20 所以呢 第一 你如果你看这本书的话 他有这个优势 他已经把这个要点给你准备出来了 你需要看的东西比较少 所以我建议大家啊 手里边把这本书把它拆开啊 把前面的要点这部分一共是十章 单独的把它撕下来啊 装盈一下啊 用丁数器盈一下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这个小册子非常非常薄 这个这也是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法律法规 附在后面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法律法规汇编的话呀 他这教材他都没法卖 因为他实在是太薄了 然后法律法规那一块啊 我们后面也会多少谈到一些啊 并不需要所有的东西都看 有不少内容呢 是对这个私募基金的一个机构啊 所使用的 对我们这个教训 真正的这个考试呢 这个并不是关联特别大 特别是协会的很多 后面的那一大堆内容啊 这个指引那个指引的啊 更重要的是前面那些国家 那些相关的一些法律 这个我们后面会谈 所以呢 你自己撕下来一撕两半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教材很薄啊 这个看起来也没有压力啊 这个也比较方便大家去记忆和携带 这是一个优势啊 但他也有一个理事 也是就是这个缺帘呢 就是由于他太薄了 他没有解释啊 没有案例啊 所以呢 一切呢 都是靠想象啊 特别是呢 如果大家是一个在校生啊 或者是准备进入私募基金行业工作啊 但是还没有在这个行业工作过的 这类的学员或者考生的话呢 没有接触过这个业务啊 而且这个指示要点的所有的东西呢 你都只能靠想象啊 所以这个记忆写来就困难一些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我找到几本书 当然这类的书很多啊 我就是在这里面跟大家提一下 推荐的学员可以去参考一下这几本书啊 这些书呢 当作课外的辅导书啊 或者是课外的这种读物啊 以这种方式大家去看 没有这个太多的一种记忆上的这种压力啊 能记多少记多少能理解多少理解多少 甚至呢你有时间有兴趣能看多少看多少 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书店里面都有 比如说有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操作细节与核心范本 这里面有的东西都是啊 我们这个在私募基金 实务当中所遇到的东西 是我们整个教材的扩大啊 和这个呃更多的一种细节啊 所以你比如说这种操作的细节和一些呃 相应的一些规章制度啊 或者一些条款的一些范本都有 另外呢 还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操作实务和图解 因为这个书里面还有很多呃 以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去有一些案例啊 比如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实务操作指引啊 甚至是呃 有这个呃股权啊 中国呢除了这个证券投资基金协会以外啊 注意还有一个协会啊 这个呃 大家肯定都没有听说过啊 就是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啊 这个叫股权投资 哎就是这个组织啊 叫做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啊 他每年呢都会出一个类似于像年鉴之类的东西啊 叫做中国股权投资基金首次啊 我这个图呢给大家这个意识图呢是14年版的 大家也可以到网上去找找这个15年版 所以呃 说这四本书呢就是一个例子啊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找找这四本书也可以去找找其他的相关书啊 总之来讲呢 在这里面会有一些案例会有一些细节啊 包括一些法律啊 相关的一些呃应用啊 那就比我们这个教材的内容要先活得多啊 毕竟大家以后是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啊 而不光是为应对这个考试 光是这个考试来讲 其实并蛮很简单啊 看一看大家就能够啊 呃那么呢 如果呃对于已经在七呃 私募基金工作过很多年 甚至已经在从事这种 实务啊 工作的这种私募基金的工作人员啊 的话呢 相对来讲这个科目算就更简单啊 因为你已经可能做过很多年这个事情了 而且已经经历过很多一些实战 那么相关来讲 就是查一个这个资格证的问题 因为以前并没有提到这个资格证啊 国家没有要求啊 现在有要求的就就需要大家重去考啊 主要呢是对一些啊 刚毕业的学生或者在校生 他们可能有一些纪念 但是最后呢 还得推荐大家推荐两本啊 一个简单的一个复杂一点的 如果你没有时间去看前面那些细节啊 这个说我就是想呃对这个科目算这个考试啊 我想能够快点的通过啊 这个教材呢又太太猛统啊 呃很多东西没有没有讲讲出来啊 或者是我看不到这个一些相应的那种细节啊 你可以看这本书啊 有无名命编著的 就人民邮件出版社出版的 一本书读懂私募股旋投资啊 这个相对来讲 哎呃这个看起来比较简单啊 这个阅读起来那个呃阻力不大哎呃 用非常短的时间你浏览一下啊 就可以对这个私募股旋进行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了解啊 这样对你这个呃理解考试 掌握考试大纲的这个要求啊 这个帮助会很大会很值得啊 不像是前面那四本呢 呃相对来讲内容更细细啊 呃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想对这个斯募股旋进行有一个更深的啊 理论上或者是更高层次的理解而不限于简单的掌握或者是像前面那些啊具体的一种实物的细节的这种这种操作 而是在理论上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啊 呃 那么特别是对一些私募基金的高级管理人员啊 或者中高层的啊 这样的 比如部门经理啊 或者是呃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啊 这个人员的话 我建议大家啊在准备我们科目三考试呃之余啊或者是考试结束之后 大家要认真的看一看就是由道格拉斯卡明啊 这个这个字呢可能写的不是很显示的不是很清楚啊 这个叫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道格拉斯卡明 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类型风险与收益 以及仙冠啊 这个书比较厚啊 他几乎对这个涵盖的私募股权的各个方面啊 写的一个比较系统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本啊 关于私募的一个外国的一个著作啊 呃 这个就我的这个个人的这个体会来讲啊 可能很多人的体会可能跟我都是类似的 因为我也是大学老师 呃 就从这个大学的教材来讲啊 还是西方人写的啊 特别是美国人写的比较这个厚道啊 就是这个书啊看起来很厚很厚 因为西方的教材写的都很厚 呃 看起来很吓人 但是呢 读起来并不吃力啊 每一本书呢都是由这个作者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 切身的这种从业教学研究的科研的这个经历编写出来的 啊 每一本书都不一样啊 所以写的都是自己写的话 都是注 都是注 不像我们国内的大学教材啊 一谈的私募基因私募在一块 可能有些大学也会谈到啊 或者一张或者一节去讲 那都是互相吵啊 这吵一块那吵一块 没有自己的东西 所以呢 两本一个简单的一个深入的啊 根据你自身的情况 根据你对这个业务和这个考试的要求不同啊 推荐大家看去看啊 包括你要有时间的话 对于一些食物的一些细节的具体的操作 你要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看看前面的这几本书啊 这是关于参考书当中 总体来讲呢 是为了帮助你去更好的去理解啊 我们目前这个教材当中的知识要点啊 当然呢 呃不出太大意外的话呢 可能在2017年 约在明年的话 这个官方呢会出这个正式的教材 那么像我想呃 如果这个正式的官方教材出来的话呢 出来之后呢 我们这个柯木山这个教材可能会很厚啊 再加上后面这个法律法规啊 这个教材可能会变得比较厚啊 估计400页 可能估计总数总页数都给带400页以上啊 好 这是关于教材以及参考书的形容 介绍一些 那么就是最后一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考试大纲啊 就这个柯木山呢 到底考些什么呢 这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它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啊 整个这个大纲呢 主要是有这个三大部分啊 第一部分呢 就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概论啊 相应来讲呢 就是一些基础知识啊 这里面包括第一张第二张和第三张 就前三张 这一段类似于我们啊 科目一和科目二的基础知识那部分 那么第二大部分呢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主体啊 就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叫做运作的实物 像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的那几本 科外的参考书 很多都是从这个实物方面去考虑的东西 怎么去运作是吧 这个合同怎么去签 项目如何去退出啊 等等各个方面 所以呢 他包括四五六七八一共有五张 这个呢也是科目三考试的主体 在这 那么第三部分呢 就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啊 这个呢是第九张 是第十张 哎 这一部分呢 这一部分呢 其实就是法律法规 就是四个证 法律法规 这个科目三呢 如果要是把这个科目三私募基金啊 分成两门课考试的话 前面两部分可以算是一门课 第三部分 法律法规 甚至都可以单独去考啊 所以呢 如果要是在其他的考试当中 可能一起到啊 法律法规这一部分呢 可能是大家都不是特别重视啊 因为这个出题比较少 但是一定要注意 在科目三当中 第三部分 啊 虽然只有九章 考点很多啊 这个考试初期也很多啊 可以说这个私募基金呢 啊 他考的是什么 考的就是法律法规 前面运作实物里面的很多内容 也跟这个法律法规有很大的关系啊 整个这个私募基金怎么去运作 基本情况是什么呀 概念是什么 分改又是什么 其实呢 在法律法规里面也都有啊 所以这个 一定要把这个第三部分的要引起重视 那么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 各大部分里面 都包含哪些具体的内容啊 那第一部分呢 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概问啊 准备先看一下第一章概述 他呢 就是每一张每一写的内容呢 都不是很多啊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的有的章啊 的结很多啊 那每节很少你本书翻一翻你就知道翻到第二章你去看看 有一些一起人可能连一页都不知道因为他就是一个要点 一个是概念的问题啊 然后另外起源和发展啊 然后运作的模式啊 还有一些相应的特点以及相应的作用 所以整个第一章的内容呢 比较少啊 呃 相对来讲第三节更重要一些 啊 特别是在运作模式和特点 啊 让人出题也少一些 那么第二章呢就是参与主题 哦 第二章参与主题 可能有的时候你像 你像这这些知识点呢 如果要是在科目一的考试当中 那根本就不是一章 可能也就是一节 啊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科目三呢 他这个 内容并不是很多啊 他就是把一个很很简单的内容 他就单独就作为一章了 你看这个参与主题也是 基本购义 啊 然后投资者 管理人 服务机构 监管组织 和监管机构和自律组织 所以这个参与主题其实简单来说呢 如果把这个基金 呃 慈母股权投资基金啊 当作一个游戏的话 那就是参与玩游戏的这个人 有哪些人参与到这个游戏当中 去玩这个游戏 啊 那么在这里面呢 需要注意一下就这个名称的问题啊 这个我们前面 呃 我也是呃 忘记到了啊 就这个呃 大家如果仔细的去看一个书和大纲的话呢 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就这个 我们这个教材呀 都叫做股权投资基金啊 这个我们的大纲呢 都有 前面都加了两个字 就是有个私募两个字啊 大纲当中都叫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啊 呃 教材当中呢 都叫做股权投资基金没有私募两个字啊 在这里面强调一下 都是一样的 啊 都是一样的 就是在我们国家啊 包括这个考试来讲啊 我问有没有私募两个字啊 他都表示是一样的 这个股权投资基金 其实他前面是简单写了 写一写了 这个私募啊 两个字他给省略了啊 所以呢 这个这个地方是需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们在在这里面呢 都是以这个教材的这个目录啊 呃 显示出来的 这个这是第二张 那么第三张呢 就是啊 股权投资基金啊 或者我们就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分类 嗯 你看这是 这在其他在科目一里面这个分类他也就是 也就是一节嘛 到这里面又是一张啊 按这么几种方式投资领域 组织形式啊 资金性的去分嘛 最后呢 还单独有一个母基金的这种概念 这个呢 有些这里边的重演呢 就是和我们普通的赠券投资基金 不是那个股权啊 就那个科目一和科目二考的那个 赠券投资基金 他们之间的区别 因为我们学了一个科目一里面呢 也有这个基金的分类 嗯 这个科目三里面的私募在一块呢 也有一个分类 特别是按这个组织形式啊 和这个科目一里面有些名词还很像啊 但是呢 还不一样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与科目一的区别 嗯 一的区别 特别是注意这个科目三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这是第三章需要注意 这是肯定要考的啊 基本分类这是肯定要出几百分之百 那么第二部分呢 就是这个运作的实物啊 运作实物呢 里面也是个主体啊 这个章节比较多 有五章首先看一下第四章 就是目击和设立 目击和设立 他其实呢就是按照整个这个基金运作的这个流程 这个过程啊 安排的这个章节比较多 你这个最开始你不可以先目击和设立了 这是第四章那种啊 由谁来目击 是吧 向谁去目击去 谁出这个钱 是吧 然后怎样去目击 你是设立了一个目击方式和优成 然后 哎这个协议目击来了以后 我去设立这个基金 如何去设立基金 这里面啊 基金设立之后呢 就有一个投资者和管理人之间的权利 义务 分配的问题 是吧 然后第六节呢 就是外商投资股权基金的目击与设立中的一些特殊的问题 这就是一些特殊类型 特殊问题放在之后一个考虑 所以我们前面可以看到 从第一节到第五节 甚至第六节 这不都是按照整个这个目击的这个过程 来看 好 这是第四章目击和设立 第五章呢 就是投资 这个基金 钱目击下来了 这个基金呢 也成立了 是吧 这就涉及到一个运作的问题 我这个投这个钱去什么投去 所以这里面有个一般流程 是吧 投资的一般流程 然后呢 尽职调查 啊 股权投资基金常用的一种估值的这种方法 啊 包括投资协议和投资 备忘顾的一些主要条款 啊 第五节是跨境股权投资中的一些特殊的问题 啊 这边谈的都是如何去花这个钱 啊 如何 那个你就包括这个尽职调查 啊 嗯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环境 啊 所以这个 呃 第五章是谈这个如何花钱 那么 第六个呢 就是投资 啊 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后管理 啊 前面第四章 木基金 啊 木齐设立啊 第五章谈花钱 啊 比如说 我我把这一千万投出去了 给了一个小企业 一个创业企业 是吧 那我就去扶持他 嗯 那么这个投资了以后 我给了这个小企业啊 五百万或者一千万 那么这个 怎么去管理这个钱 是吧 这个小企业经营了什么呀 你要 但这就叫投资后管理 把钱花出去之后啊 我去如何去监控 包括啊 将近的概念的问题 以及项目的监控啊 这个对于私募基金来讲呢 每投一个都调准一个项目啊 都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基金 经历啊 他就跟踪这个项目 就做一个总体的辅助啊 第三部分呢 这个基金呢 还会提供一些相应的那种正值的服务 那第七章 哎 就是这个项目的退出 从木齐投资 然后管理到最后退出 所以这个私募股权的营养主义啊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啊 他和这个其他的证券的 我们之前谈的一种机构投资者啊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 我不是要当股东的 不是说我去炒股票 买股票以后我就一直当股东 甚至争夺这个公司的控制权 我尽管是啊 投个你这个项目 投个你这个公司取得了一定的股份 我的最终的目的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最终的目的是要退出 也就是说变现 是吧 哎把我的这个权利啊 把你这个股权变成现金或者资产出为 体现了这个资产的一个增值啊 比如说并不是说我去当你这个公司的老板 啊或者当你的股东 所以这边就提到一个如何从这个项目当中退出 有信有退 可以是上市啊 当然这是最理想的啊 比如上那上个主板啊 上个创业板啊中小板啊 这是最理想的四目股权啊 再差一点的我我挂牌转让啊也行 是吧 呃这也可以啊 或者我上新山板 今天上新山板的比较多 一般情况是能上新山板就已经很不错了 啊 然后第三啊就是专门的啊 这种啊股权转让退出 啊 我也上不了市啊 我也挂不了牌 那怎么办呢 我把我的股权转给你啊 你找一个人去从你手中啊 去接这个杰力棒 哎 你这样的话你也可以所谓的一个变现的问题 嗯 然后最后呢 第四个就清清算推啊 就这么几种退出方式 这是第七章啊 第八章就是内部管理啊 前面四五六七 其实都是按照整个这个投资的这个过程 实物运作从开始募集到最后退出这么一个过程 哎 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 那第八章呢就是一个内部管理 也是一个运作的过程啊 也是一个投资运作实物的内容 呃 这里面结束很多 一共有九节 然后 但是每一节的内容并不是特别多啊 所以第八章相对来讲呢 知识点就是多一些啊 呃 投资者关系 权益登记 估值合算 清算收益 啊 分配 清算与收益分配 信息披露 托管 外包 业绩评价 啊 管理人的内部控制 就是内部管理的各个方面 所以这些东西是对 斜面那几项的那几张的一个支持和服务 是吧 你这些东西算不做不好的话 你前面那四五六七 第四张 第五张 第六张 第七张 这这四张 其实就是四个步骤 这四个步骤一边 都涉及到一个内部管理的问题 或多或少的 在这里边有一点 在那里边有一点啊 所以其实呢 第八张 就是对第四五六七的一个支持 他起到的就是一个支持的作用 呃 或者是一个内部的这样一个管理的这样作用 所以这个就是第八张内容 是整个的第二张 那第三大部分呢 其实就是法律法规 我们前面看到的啊 两个方面 政府监管和行业之律 那么第九张呢 是政务行政监管啊 这里边主要是这个 第二个 是吧 行政监管的主要的内容 形式和手段啊 包括第三个啊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这边也谈到 就是我们后面服务后面的 相当部分的法律法规 在第九张这里面提到 包括第十张行业自律管理 这里边我们法律法规里边 不是后面还有一个行业的自律的一些 相应的呃 一些法规吗 其实我们教材当中 其实列的是13个啊 那13个法规法规里边 相当多的一些内容呢 是在第十张里面 谈到啊 行业自律 登记备案管理 目击管 目击管理办法 信息批误 管理办法 内控指引 合同指引 你看这个 你到到那个复务里面 里面去看啊 复务里面单独都有一个法律文件 去对应这 这这几节的 包括合同指引 外包和托管 从业人员的管理啊 所以呢 第九章和第十章 嗯 这个虽然是法律法规 但是一定会考 而且分呢也很多 嗯 基本上我们整个服务后面的法律部分 跟基金有关的 跟私务基金有关的 呃 相应的法律法规 在第九章和第十章里面 都可以先说 啊 但是呢 呃我们除了在经养班 讲到第九章第十章以外呢 我们后面的这个法律法规 因为我们也会用一些时间啊 去给大家输一些相应一些重点 嗯 嗯 那么后面的这个法律法规呢 主要是这几个啊 这里面呢 重要的我们谈一谈 第一部分呢 就是国家的法律啊 呃这也是我们后面要重点谈的啊 包括基金法 合伙企业法 公司法 以及信托法 嗯 这边需要注意一个就是 这个信托法呀 在我们现在 大家手里面的这个教材里面 复顾里面是有的 但是我们考试大纲当中 没有信托法 啊 所以这里面呢 需要大家呃 也要把这个信托法 手里看一看啊 嗯 大纲里面没有 但是教材有啊 这个我们也要看啊 就是国家法律 第二部分呢 就是部门的规章 制度啊 那就是私募 啊 投资基金啊 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 这是对于我们这个科目三个来讲 其实是最核心的一个法律 啊 前面这几个呀 这法律有点大 嗯 并不是针对你这个私募基金而设立的啊 但是你这私募基金 他也是个基金 是吗 往往呢 他又是个合伙企业 又是个呃 又是一个一般的公司 是吧 往往呢 他也是一种信托这种形式 所以这四个法律呢 跟我们这个基金有关系 最关系最密切 最直接的 就是圣监会的出台 啊 那么下面呢 就是协会的四个规则 啊 一大堆 登基备案管理办法 啊 cpu 这代替市场有吧 啊 然后内部内部控制指引 这有吧 募集行为管理办法 像这几个 这个我们啊 到后面呢 也都会给大家解决 所以呢 像呃 四个国家法律 啊 包括 呃 证监会的私募基金监督管理 占行办法 呃 协会的呃 cpu管理办法 内部控制指引 募集行为管理办法 啊 这些这几个啊 我们呢 都会给大家啊 后面 呃 也会把其中一些重点的这个法条 啊 跟大家提提示一下 然后 呃 讲完前面十章之后啊 会单独去讲的话 然后 第五个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私募投资基金 cpu内容 与格式指引啊 这个叫一号啊 这个里面呢 也是考纲当中 没有 但是我们这个 教材的这个复工里面 法律法规的复工里面是有 啊 那后面这几个需要注意啊 这个五六啊 七啊 八啊 就这个几号几号的 他其实就是一个饭本 他其实就是一个样本 啊 样本啊 或者是一个饭本 就是你的这个合同啊 或者你的这个cpu啊 不同类型的基金的合同或者是这个cpu 应该有哪些东西啊 必不可少的那些东西 啊 协会词界给你呢 给你一个饭本啊 这些东西都有 然后根据你不同基金自己的特殊情况 你在 在一个加一些其他的内容 但至少 这里边这些东西 你去 你是必须要有 所以这些呢 跟我们这个考试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其实是跟这个实物有关 啊 呃 这些呢 不需要大家仔细的去看 你感兴趣啊 你就去翻一翻看一看啊 这个 这个合同 比如说这个公司张成应该有哪些啊 我这个是一个契约型呢 我这个合同应该什么样啊 我这是一个合伙的 我这个协议又应该是什么样 你可以大自了解一下 然后相关的问题写答一到九 进一步规范 私募基金登记若干四项的一些公告啊 包括答记者问啊 这些东西呢 也有更前面的一些 让我们在后面的经养班的课程当中呢 就不给大家详细的去写 啊 其实无论是答记者问也好 还是关于登记被案的一些解答也好啊 嗯 他回答的内容都是依序前面的各种法律法规 那无外乎就是把相关那些 章节啊 或者是法条 又是 就单独拿出来 又重新说了一遍 那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啊 去表述了一下 然后十二冲击一些复制人就落实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 登记若干事项的相关的问题 答记者问啊 包括建立失联异常 呃 私募机构的公式的这种通知啊 后面这些呢 其实都是跟我们这个考试没有什么太大 太直接的关系啊 大家可以当作一些参考文件去看一看 并不需要详细的仔细去记和背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需要注意一下 就这个第十四个 证监会16年4月29号新闻发布会 就私募兼稳热脸问题答记者问啊 这个呢 是教材当中没有 考纲当中有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大纲呢 和这个呃 教材啊 他中间有一些拖击 啊就是有一点打架 啊 这也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呢 反映出来我们这个教材编写的确实是太匆忙 啊 以至于他这个到最后编完的时候他都没注意看一下他大纲上是什么写的 啊 所以这个这个呢是我们教材没有啊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我我建议你啊 你就百度搜索一下就可以啊 这个答记者问呢 百度上你只要一搜索 你把这个证监会二个16年4月29号新闻发布会啊 你你把它当作这个关键词啊 百度一下 网上马上就出来这个网页 具体的内容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啊 啊像也是给我们这个私募基金啊 监管方面啊 因为 呃这个呢 大纲当中单独提了他一下 因为他这个时间呢比较前进啊 这是16年4月末啊 呃最新的这个关于监管的这个啊 大纪人问啊 所以呢 呃 一些基础的事实 嗯 那么好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基金科目三的这个前沿部分的讲解呢 就到这里 大家休息一下 再见